謝委員也舉手了 對 我想剛剛向榮講的 我也蠻遺憾的 我也要跟向榮很誠懇的 來報告一下我的想法 就是說事實上我跟劉文雄委員 一直以來這種關係 可能不是外人能夠了解 那我們自己也有 其實我自己也常常想過這種問題 就是說萬一劉文雄委員 他在基隆選 那我怎麼辦 其實我不敢說我百分之百 一定會選或不選 可是或許考慮不選 也是我自己的一個選項之一 我不敢說百分之百 因為就是我每次想到這些東西 你們面對這樣的覺得 我覺得我每次想到這東西眼眶就會紅 然後就覺得說壓力很大 因為事實上我就是覺得說 在講這些東西的過程中 我是可以真正感受到 在做的這些名嘴 在做評論的那個心態 跟我們這種局中人 是完全不太一樣的 那我們當然是這樣子在進行溝通 就是說比如說我們自己 國民黨的委員 碰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最近壓力也很大 可是我們怕的是什麼 我們除了怕親民黨的這個參選以外 我們其實還蠻怕 這個是很真心話 我們其實還蠻怕外面的輿論 因為外面的輿論其實是很隨時 就是會主導的這個事情的走向 所以這個是我跟其他的國民黨的委員 現在自己在局中人的時候 我們的看法跟我們的想法 所以我們大家就是總是 大家心態上就是說 是不是能夠 社會能夠有一種 營造要讓大家雙方合起來 這樣子的一個氛圍 然後看是不是要能夠湊合 那如果湊不合那也罷了 可是我覺得外面的氛圍完全不是這樣 有一點說你們兩個就幹定了啦 你們就來看看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到底是如何啦 那或許也有可能 我們現在目前是這一條路上 或者慢慢走到這一條路上 但是以前在我的立場 因為我前一陣子也是擔任 國民黨團的書記長 每次有問到這方面的說 我不知道是心裡面還是實際上 我都是覺得不會發生 或者我心裡不想承認 但是我就覺得說 我每次的講法都是覺得 我覺得不會發生 我覺得還是會有機會 因為這個就是這樣子的想法跟心態 可是我會想要跟外面建議說 如果真的是有心 希望看到雙方能夠合得 我覺得是不是說一定現在就破局 我有時候還想說 或許你們的幾句話 或你們的這些看法 就能夠主導未來的合 或者是分 也說不定 金平你要不要來加入討論一下 其實講到這個說 一開始我們看到的國慶合作這個氣氛 好像變得好像國民黨的這個做法 有點像違冤區域 把能團結的這一塊都趕到 趕跑光光 或是趕到另外一邊去 但是看這兩天的做法 好像看出國民黨現在的態度 又變得好像欲區低調 尤其像金普聰又說撤高了之後 那我今天早上去跟他們聊一下 感覺是說他們那種低姿態 就是在於說先禮後兵的一個方式 因為到了最後 你這樣講法跟香榮剛剛那個欲 真的嗎 首先因為我們早上在討論在跟那個黨部跟他們幾個私下在聊的時候 都是有那種味道在 因為你這種就是說到了選戰的後期 因為如果親民黨原來宋主席 因為現在他們區域立委跟部分區立委 眼看這一塊是如見在選上不得不發的 而且他們有他們所謂的一些戰略 那些戰略都是當自己他們合中聯合 那不管親民黨那一塊 至少國民黨這個態度 你先把低調態度做盡了之後 那做到之後你到了選戰末期 你親民黨還要這樣幹 還要這樣硬搞 那其實就是讓在這一段初期 先讓選民尤其是泛藍的支持者 這個市場定位先抓清楚 那最後裂解泛藍的是誰 然後把那個那一塊的責任 最後就套在親民黨那個地方 而且呢我都已經做到這種程度了 我已經把姿態擺得這麼低了 然後最後你還要這樣子 我就操作氣保 因為以往的選戰到最後都是這種感覺 這種模式 我就操作氣保 還是保住藍營的最後一塊 所以我覺得說一開始先用這種方式 撤告啊或怎麼樣 其實都只是一些方式跟手段而已 到最後的目的還是說 如果國親不能合 最重要的還是希望以國民黨為正統 我覺得這是一個傳統藍軍 他們一個思維 好 揮文舉手了 主持人你剛剛那個板子上面 我同意啦 就是沈大老講說可能都不會贏 但是光潛講的對 他們不是來贏的 他們是來亂的 就破壞組了 那上面有沒有A咖 我認為是沒有啦 那這樣講是得罪人 不過也沒有關係啦 剛剛光潛講那個什麼第二代的 因為目前國民黨的所謂的大佬 我認為最大的是連戰 是A咖的A咖 那連戰的公子就連勝文嘛 假設啦 連勝文不要太強 假設連勝文宣布說 我要在哪裡選這樣子 坦白講我也不會中千典 你要選就選啊 然後呢不然能怎麼辦呢 我們不能 這個都選爸爸說把人綁起來說 你不准選不是這樣子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有沒有安裝啊 宋楚瑜在國民黨裡面有沒有安裝 今天如果區域立委 或甚至是不分區的這個立委 不分區比較困難 因為他如果退黨的話 他的不分區這個都沒有 有沒有區域立委是安裝 然後我現在掛國民黨招牌選 選上之後啊 親民黨缺一個或缺兩個 然後要成立黨團 那我就退黨 然後去加入親民黨的 那個所謂的黨團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而且沒有違法欸 那這樣的人選 目前在國民黨裡面有沒有 有 還不只一位 有男有女啊 國民黨裡面對不對 國民黨裡面 對 所以你這樣講說 他們為什麼不派人去 這個以前在我們親民黨 係數通門人選 當然是這樣子嘛 那你以後可能會說 你看喔 我派人去把黃光琴拉下來 可是我沒有派人去修理黃靖平 黃靖平我現在缺一個人 我就可以這個一個黨團的時候 動之以情啊 然後什麼各種的條件交換什麼的 你是說選上了再轉投親民黨 轉加入親民黨 不行嗎 就如同各位前輩講的 這個政治當什麼是非可言 黃毅就好啊 我覺得國民黨如果出現這樣 狀況變成笑話 所以這個時候要不要先處理 這裡擺明的有些人 就是跟親民黨 跟一些什麼眉來眼去的 然後你說 他贏得我們國民黨的初選了 所以要代表我們國民黨去選 你明明知道 他就是親民黨的地 那個還沒撥開 就知道是橘色的 你還叫他掛藍棋去選 簡直是莫名其妙 如果 如果國民黨 真的這樣置實苦果的話 我就不會種唐湘總的雞 還不懂是誰 這太過分了 他明明知道是誰 我聽不太懂 觀眾朋友我跟講 待會唐湘總就會宣佈是誰 我來回應一下 敬平剛才的講法 因為敬平剛說 他剛從國民黨那邊過來 然後感受到一種氛圍 然後先禮後兵 我必須先聲明我沒有受人之託 但是我對這樣的講法 我心中感到不安 為什麼 因為這個有違背 謝委員一心想要促成的那個目標 就是說國慶和即便沒有機會 那麼一絲絲的機會 聽到敬平這樣講 那個宋振寧會說 你看 充滿陰謀 現在的利益都嫁 後面都給他寬一大堆 平底在等我 我覺得我認為合理的講法 我覺得不應該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應該是 宋振寧跟國民黨這邊 兩邊都不是只算一步 大概都算兩三步 就好像下危機一樣 都想說散來你會怎樣 又散來我怎樣 你會怎樣 所以每個人一步一步 就是說我不能夠太猛 我不能太急 我不能太躁 若人口實 這個大概就是敬平所講的所謂理 但是如果你不賣帳 後面給我殺過來 我當然要有所準備 這個大概就是敬平所講的丁 我覺得政治人物 其實都不是很聰明的 告訴大家 聰明的人不會搞政治 所以你在想別人怎麼搞 然後你要自己要怎麼做 其實兩邊其實都不相上下 所以我一下子講說 國民黨這頭 絕對是先禮後兵 送那一門後兵 這有夠安心的 老三去我要到 我覺得我寧可從比較正面的 我要讓謝委員 今天坐在我旁邊 我要讓他心裡頭舒服一點 他的頭已經越來越低了 等一下呢 當然我們剛剛聽到這樣講 如果說真的 國民黨跟親民黨 上面的高層都只是充滿著算計 那麼人民被放在哪裡呢 其實對於選民來講 真正希望能夠看到的 應該是要有專業的人 然後真的願意 為選民服務的人出來 然後呢 那當然我們就不希望看到 現在是越鬧越僵 我們今天當然也來 等一下討論一下 就是這個楊秋心 他也對宋楚瑜在講話 他說希望宋楚瑜不要當炮灰 他說宋楚瑜其實是有好的學識 跟執行力的 十幾年來政壇少了宋楚瑜 是台灣的損失是很可惜的 那李登輝前總統認為宋楚瑜 該選總統 那楊秋心的看法是不一樣的 他說他不希望宋楚瑜選總統 當炮灰做犧牲 不過在今天呢 我們看到啊 這最新初刊的時報週刊 在這邊呢 有此一說 大家先看看就好 這是誰呢 畫面這個左邊 穿紅衣服的這位是李建軍 據說他非常了解風水之說 風水命理之說 那麼呢 他說之前呢 其實宋楚瑜的這個祖墳呢 這個龍脈被破壞了 斷了 結果現在呢 這個接回了龍脈 是拼總統 我們看到一個走大的一個標題啊 那麼但是呢 待會回來我們就要來講一講 你說宋楚瑜真的不可能出來選總統嗎 本來大家都認為說這個希望是越來越渺茫了 機率是越來越小了 可是今天又看到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報導 我們稍後回來從另外一個角度 不妨來看一看這個話題 馬上回來